你讓人家追 還可以拿著自拍棒讓人家追 你真的後面人家拿刀拿槍追你 你早就XX那東西他XX又好像這樣跑了 這樣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那個畫面早就已經 好吧 這畫面還這麼好 你是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哪裡 還一邊跑一邊講話 台灣31歲陳姓網紅晚安小姬 12日聲稱要躍闖柬柬埔寨詐騙園區 但直播到一半突然中斷 晚安小姬隨即失去音訊 直到13日下午30時左右才現身開直播 以驚慌的口吻描述自己遭遇突襲被綁走的過程 但因應騙一點頗多 外界質疑他自導自演 館長也開直播怒酸 我他XX的 手機大家都有啦 喔 手機大家都有啦 如果你要這樣拿著做直播 所以拿一個自拍棒做直播 你讓人家追 還可以拿著自拍棒讓人家追 剛剛那個畫面很穩耶 他說法子要這樣跑耶 他一定是這樣拿著跑或是這樣嘛 自拍棒拿著這樣跑耶 你真的後面人家拿刀拿槍追你 你早就XX東西他XX 你早就這樣跑了 你早就是這樣跑了好嗎 這樣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那個畫面早就已經 好嗎 那畫面還這麼好 你是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哪裡 他一邊跑一邊講話 沒有被追過 我們不要設定他是假的嘛 假如說 第一個 我啦 我是詐騙集團 我今天我把你抓起來 我拿你的錢我去替你的頭髮到底要 第一個我替你的頭髮到底要幹什麼 我不知道 第二個是 如果我真的要修理你 看過人的身上的傷實在太多了 我們以前常對打嘛 我都常看到一些打得很慘的嘛 隨便哪個東西敲你的頭 你的鼻子一定是歪的 你的牙齒已經掉了很多顆 你的 你的臉 這邊周遭一定要縫 一定血流不止 然後你的頭 可能也破一個洞 隨便拿東西削下去 都有啦 絕對 絕對血流滿面 然後那個瘀傷也會很明顯 而且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就跑出來 真的是蠻厲害的 柬埔寨當局金律表示 網紅 晚安小姬已被警方拘留 且並為如自己在直播中所述遭到毆打或搶劫 刑事局稍早證實晚安小姬被指控涉嫌散布不實訊息 王建立醫師也在臉書撲文 提到晚安小姬跑步的不平約每分鐘160 是跑步速人的機率因不小 影片中跑了6分20秒 跑速約為每公里4分鐘 9秒鐘跑過兩根電線桿 而電線桿間距38公尺 因此大概是跑了1.6公里 狠3 氣味應該接近30度這頗糙 只能說很敬業 網紅4X貓 由於也質疑整起事件的真實性 4X貓則表示 王建立醫師出題了所以稍微算一下 4X貓先是用Google計算出 這段圍牆長度約120公尺 接著從晚安小姬的影片可以看出 跑這段圍牆的時間為5.43至6.12 所以大約使用29秒跑了120公尺 時速每小時14.897公里 每分鐘約248.276公尺 網友也三 要逃命的人最好跑這麼慢 還喘成那樣是體力有多差 29秒120公尺跑得比小學生慢 要逃命的人最好跑這麼慢 刑事局表示 國際刑警科駐越南聯絡官 將持續與駐外單位及當地警方保持聯繫 依先前類似案例 柬埔寨警方有可能會以 煽動歧視罪 提供虛假申報罪 非把干涉公共職能之刑史 罪三條罪名來偵辦及移送 我國警方後續將尊重當地司法調查 駐越南聯絡官 將持續與當地警方保持聯繫 晚安小姬爭議事件不止這一樁 據此由電子報報道 園林警方透露前年晚安小姬 前夜闖園林視為了黃金帝國 聲稱遇到一位游民對他拿刀追殺 跑到一半還拿出贊助廠商的產品押金 警方後來傳他道案說明 晚安小姬才坦承為金許可擅自進入大樓 但黃金帝國系都為業主持分 無人願出面提告私闖民宅 警方才用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這個就是他們開播雲區的一部分 這棟大樓有沒有看到 啊我不能拍太久 這棟大樓沒有人耶 你借我看一下啊 這是人嗎 哪有帶槍啊 啊 手刀手刀 对不起 手刀 这个就是他们开拨运区的一部分这栋大楼 有没有看到 我不能拍太久 没有人耶 别借我看一下啊 这是人吗 那有带枪啊 看到有带枪耶 要进去 我没有拿稳定器 所以手有点晃 因为我拿稳定器太像拍摄了 我要进这栋大楼 这里就是凯波园区 因为凯波园区很大 它分好几个园区 我要进去 但是我这真的很想 把KK园区里面的现况拍给你们知道 我希望我的粉丝不要被骗来柬埔寨 你知道吗 我真的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你们不要被骗来柬埔寨而已 我想让你们了解 这里到底有多恐怖啊 我的初心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手刀手刀 对不起啊 手刀 吧 按 Panchi 7 烤 籃 hanno 有 还有 疯aker 的 organised 我就掛在這邊 我就掛在你面前 對 因為一般來講 在那邊 一般來講你看到屍體 一開始看到你會有心理準備 但是我一直一開門 我大概離他那麼近 就跟他對看 對 我就嚇到趙剛他不會出去 好 問題是 你是自己一個人去拍 對 我都一個人 你請這樣 要這樣子 所以那是其他題的地方 那是平貴 他去躺 要去躺人家的冰櫃 跟一些臭鱗呆喔 我這第一次躺冰櫃 欸 有了嗎 有了嗎 可怕 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真的完全不敢 先不要先不要 欸 你看 可可可這邊真的有 真的有出國事 哇 哇 哎喲 喔 怎麼在這些 太恐怖了 這些 我看 我 我看先不要看好了 先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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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心理的負擔太大 你在敲頭幹什麼呢 我在看恐怖片嗎 早安 小溪 憲哥 你好 憲哥 露露 你好 怎麼會選擇這種題材 你什麼不拍 什麼要拍這個 因為一開始 也是做直播拍賣 那時候只有二三十人客 但是有一天 對 有一天看到靈異探險 可以突破一千人 兩千人是三千人 他創造自己的知名度 你裡面講 他有說發現一具乾絲 躺在哪裡還是怎麼樣 他是一家廢棄的醫院 我那時候進去拍攝的時候 他其實我20年去的 2020 對 他17年就有發生過一起命案 我就進去 我就聞到很濃的藥水味 但是醫院問到藥水味是正常的 對 藥水味撐雜之後 一點那種腐爛的味道 我就會心裡就啪啪啪 但我越走越深 我就走到裡面的X光式 他就打開門對不對 然後他前面是牆壁 左邊是牆壁 打開門我就要右轉 右轉他就掛在這邊 我就掛在你面前 對 因為一般來講 在那邊 一般來講你看到屍體 一開始看到你會有心理準備 但是我意思一開門 我大概離他那麼近 就跟他對看 對 我就嚇到糟糕他不會出去 而且你是直播那時候 對 直播那時候在直播 直播狀態 問題是你是自己一個人去拍 對 我都一個人 好強 真的好 因為 因為很多人去拍 我來BBQ 因為很多人去拍有沒有 很多人覺得陽氣太重 你拍不到 是為了要遇到 就是要拍到那些 後來去報案 後來就去報案 然後法醫 監視人員都有進來 然後我就幫他帶路 你要做筆錄 要做筆錄 對 那時候輾轉就家屬有來認識 然後我們在警局家屬就很難過 其實也是 他一直做好事 對 他做好事 對 其實家屬就很感謝我就找到他 你有沒有被鬼害過 我有被鬼害過 鬼怎麼害 他其實也不是害 他就是 有點像中狗這樣 沒有證據嗎 怎麼說 就是我進去到一家飛機的旅館 他其實也發生過兩起的命案 命案 第一次上我進去就看到有法證 你知道嗎 有那個老師來處理過 我就白目 我就去碰那些法證 那樣真的白目 我真的白目 你不行 有時候我在直播當下 人家那個是要鎮壓用的 對 你還動 當下我就把鏡頭架好之後 我就開始做空拍體驗 然後體驗 然後我就感覺到 身體就感覺想吐 然後我就開始流鼻血了 這感覺好兄弟在懲罰我 然後我就去撞牆然後暈倒 所以那是你沒意思的 對 那是直播但沒意思的 那當下就沒意思 然後當下我就暈倒 然後那個感覺夢 感覺半夢半醒 有一個小妹妹來叫我起來 然後後來結束之後 我去隔天去大廟拜拜 問老師 因為這一定要去請老師 幫忙蓋一下 那老師就跟我說 之前就是我去探險的地方 我有燒一些紙錢 糖果 帶糖果餅乾去 然後幫這個小妹妹圓夢穿衣服 她就托夢說她想要穿衣服 我就燒衣服給她 她那時候來幫我叫我起來 很難得看到我覺得很趕的 對 一個人去拍 這太猛了